被认为是经济衰退讯号的知识曲线到挂上周出现 震散美国股市 根据以往知识曲线到挂后的情况推算 美国经济有可能于明年中步入衰退期 不过黄薯却认为投资者 不用被到挂的知识曲线客怕 股市短期内不但仍有作为 如果选对股份更随时可以财息兼收 美国股市自7月份接年创出新高后 踏入8月情况急转值下 直至上周三 三大指数一度急射3% 震央市两年期与一零年期的国负债券知识曲线出现到挂 响起这个警号之后 经济衰退是否迫在微折 投资者是否需要现阶段开始撤退 经济衰退非迫在微折 一般来说 年期遇长的国债 知识率就会遇高 万一出现短期债知识率高于长期债 知识率曲线就会呈现到挂状态 传统来说 市场会将此现象解读为经济衰退的先兆 上周三 两年期国债知识率一度报1.577里 略高于10年期的1.571里 确认知识曲线再次出现到挂 经济衰退的钟声再次敲响 不过 黄书认为投资者现阶段暂不用担心 总结过往知识曲线出现到挂的时期 经济确实会在信号出现过后衰退 不过 一般会在9个月至24个月后此会发生 若在中间落墨 平均为12个月至16个月 如此推算 黄书估计美国经济可能会在明年5月至6月左右陷入衰退的困局 明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 逆绩特朗普尋求连入的重要时刻 一旦美国经济衰退 未知会否把特朗普送上已故前任总统老布殊的旧路 因为经济不景而断送总统保助 因此 可以预见 特朗普尝不同渠道炮轰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减释泰曼的声音 将会持续响起 黄书认为 联储局今后确实要步步为行 不过黄书却认为 于是经济将会衰退的真正知识曲线到挂 应以6个月的国债知识与10年期国债知识作比较为准 以这标准计算 知识曲线到挂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已经出现 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者 这正可以解释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为何会由第一季的3.1% 缩窄至第二季的2.1% 而那边双的道指就由高位蒸发了2000点 正当散户因为知识曲线到挂而鸡飞狗走之制 债史知识表现却在上周四迅速回复正常 两年期国债知识回落至1.52里 低于10年期的1.56里 之后一天 两年期债息进一步回落至1.48里 10年期债息就企稳1.55里 此外 一度跌穿两厘至历史低位的30年国债知识 也收复失地从上两厘的心理关口 统计 知识曲线到挂后两个月至两年美股见顶 与上述的国债知识走势聘合 美国三大股市指数上周三大跌3% 道指急射800点 之后一天随着知识曲线回复正常 上半日虽迎见如震未止 继续下跌 但到了后段各大指数都指着跌势回升 道指收市中升99点 黄书估计 道指当日最低跌至25339点后开始反弹 相信会是近期低位 到了上周五 三大指数大举反扩 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道指紧急升于300点收市 到了本周一 道指已经重上26000点水平 根据上述的股市与债市表现 黄书重申 投资者现阶段不需急着退场 美国银行曾经针对知识曲线到挂后的股市表现做过统计 结果显示知识曲线到挂后两个月至两年 美股财会见顶 如以标普500指数计算 知识曲线到挂后三个月内平均会升2.5% 半年及一年内 会升4.8%和13.5% 两年的升幅更达15% 若以标普500指数上周的低位2840点来计 未来两年如果可以升15% 指数可反复升至3260点水平 当然 投资者不能预期这个目标可一速而就 短期之内可以达标 不过 至少可以暂时放下心头大石 投资者而逐步处货有望财息兼收 黄书预计股市会受到债券知识持续向下的支持 短期之内会继续向好 简单作解释 一零年期的国债知识现时介乎1.5厘至1.6厘 标普500指数成份股中 有大概60%的股份股息超过这个水平 港股为数也绝对不少 以银行股为例 中银香港02388现价股息率超过5厘 上周曾见52周低位的汇控00005有6.8厘 中行股息率逼近7厘 市盈率只有4倍左右 各项表现都显示出股份直博 黄书强调 投资者可不用害怕知识曲线到挂者个讯号 现阶段适宜逐步处货 放胆去做财有机会财息兼收 大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支撼 thực股 公开 公开 公开